那我就先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吧 大家好,我叫Ruby,我中文姓张 我是民方教育的创始人 今天晚上特别有信能够跟大家分享 第二所英语预科的院校 也首先特别感谢蒙城教育成长论坛 提供大家这个机会和这个平台 也感谢各位义工们,各位同学 各位家长们今天晚上能在百忙之中抽空 跟我们一起分享 在座的可能有些家庭上周 也听过我们的马利安学院的讲座 我们今天的讲座的一小部分 也是跟上一次同一个思路 另外今天我们的小嘉宾们 也来自一些蒙城的知名英语和法语的中学 以及给大家分享他们个人的 丸业学习之路 也包括今天晚上特别邀请到一些学生 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从丸业预科怎么走出魁省 能够去安省的名校 就读计算机或者相关的数学精算机专业 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可能大家上次听过讲座的都知道 我的中文非常不好 所以我从小在国外长大 所以今天有任何说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或者用字不当的地方 还请大家见谅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帮我一下 有时候可能需要翻译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晚上的讲座流程 首先我们会先讲解一下 晚宁学校的学习概况 以及这个学校的亮点 也帮助大家看 更深一步的去了解 这个学校在各方面 师资、资源、校园、机会、活动等等 多方面 它怎么去跟其他的英语院校做对比 第二,我们也会深度的去了解 整个学校的背景内容 第三呢,我们也会再给大家分析 在晚宁学校的各大特色专业 也会给大家分享 这些毕业生们一般从 预科专业之后 在大学在研究生 可能会学一些什么样子的专业院校 最后我们也会当然分享一下 各大特色专业的录取要求 以及今年因为疫情的特殊情况 给申请带来的一些后果 最后呢 我们也请那些小嘉宾过来 我们四个来为大家答疑 任何想知道更与晚宁的情况 so,我们先开始一下 在民方教育 我们的核心理念呢 在选择学校上 不是按照任何 就是纯粹的学校排名 我们也不是特别关注 每个某个学校好或者不好 经常有些家长呢 会问起我们 在我们的看法之下 什么学校好 或者什么是好学校 但是我们经常会告诉家长 我们的想法不是去分析 一个学校的好坏 其实呢 我们是想分析 哪个学校适合什么样子的学生 什么学校的这个师资力量 他们的教学理念 他们能够提供的一些教学资源 以及这个学生在学校里面的 这个两三年的就读 学习氛围等等 其实都是应该考虑在内的 所以因此呢 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完美从这个多方面的因素 去考虑的话呢 这个学校适合什么样子的学生 so 第一 先给大家就是深一步的看一下 我们对于学校的分析 大概是从这个四个大方块来走的 第一 我们相信任何学校的核心 能力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老师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去了解的是 在学校任何的老师 师资背景 他们的教学经验 他们的教学风格 以及教学理念各方面是什么 这个远远就是超过了 看一个老师的这个学历背景啊 或者能够任何的这个 内容或者语言 第二点呢 我们也很关注这个学校的教育经验 简单说一下 意思就是 在一个学校从半学开始到现在 他们大概能够教过多少届学生 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学校 开了多少年 而是他们手下经过了多少届学生 整个教育轮回 每一届学生 其实对于学校来讲 都是一个积累经验的好时机 所以对于学校来讲呢 像一个百年老校 他的优势就在于 他可能经历过几十届 甚至几百届学生的教育经历 那他们这个经验方面呢 就是跟其他的新学校 有一些独特的 第三部分呢 我们也非常的注重 在一个院校里面的活动资源 大家也知道 在国外上学 学生必须经历的 还有就是锻炼的呢 不仅仅是在校学习的硬知识 其实很多时候 特别是往高年级爬 孩子们更加需要的 就是一些课外的活动经验 让他们能够去锻炼自己 学到了一些学术能力 也能够帮助学生 开始学习 怎么去在职场上 或者在学术的这个环境下 带人接物 怎么去积累这方面的人脉关系 也让学生们就是 同时思考一下 把学术转换到应用 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第四点呢 我们自己觉得 在选学校的时候 也需要考虑到学习氛围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学生们 在考虑学校的时候 去学校多参观一下 参观的不仅仅是教室 最好能够去看一下 学校里面的图书馆 食堂 操场 或者停车场的 各种各样的环境 因为这些小点滴 其实是你将来 在这个学校 就读的两三年当中 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因素 它能够帮助你 推动你学习 它能够在 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 帮助你找到一些战友 它甚至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这个学校的这个环境 它的那个学习的节奏等等 是否是适合你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对于丸涅的分析和讲解呢 也是通过这四大方块 首先先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丸涅学校的背景 丸涅这个学校比较新 它大概是建立于 1970年左右 它的特色 它作为 魁北克省的 集所英语预科学院之一 也是公立英语学院的之一 它最出名的 也是大家可能 最知晓的 是丸涅的计算机专业 和数学专业 这个专业呢 在整个岛上 我们的个人经验当中 我们觉得这个专业 丸涅是办的数一数二的 也其实说的最好的 在我个人的眼中 另外呢 它虽然是一个功效 丸涅的学生人数 其实只有四千多人 像Dawson或者John Abbott 他们的学院人数 可能就有七千到一万左右 但是丸涅相对来说呢 人还是少一点 所以他们能够在 公校的这个校园里面 还是能够做到 小班制度教学 我们的统计当中 能够看到的是 大概在丸涅的各门 就是专业课里面呢 大概每个学生 每个班级人数 是在控制在 三十五到四十人左右 然后他们的科学部门 全部的实验课 比如说化学 或者生物 或者物理实验呢 他们的人数 是控制在二十人以内 这一点的小班教学 在公校里面 其实非常的可贵 也是能够看出 这个学校 还是给予足够的时间 和机会 让刚毕业高中的学生们 过度进大学 这个学习方法 和氛围当中的 第三点 来内的学习 在它的实践性教学方面 做得非常出色 他们经常就是 有在学校里面举办 各种各样的比赛活动 甚至呢 有欢迎学生在校就业 能够在校园里面 做一些助教啊 或者管理啊 各方面的小职位 也是鼓励孩子们 小小年纪 但是一定要在 动手能力方面 早点开始培养 我们也经常会有 就是辅导学生 他们在晚夜 除了就读专业之外 他们也同时在晚夜兼职 比如说在实验室里面 做技术员 比如说 跟着教授做助教 比如说在校园范围里面 帮助校园 就是帮助晚夜 官方网站去维护这个网站 这些机会呢 其实在晚夜的 就是可能性和实践性 非常多 也是能够帮助 更多的孩子们 在预科的时候 就在自己的简历上 有一定的 就是提前的发展 走 下来 至于晚夜的几个亮点 这里我们再细细的 先分析一下 在于师资方面呢 我们个人是非常 我们是非常看好 晚夜的计算机专业的 所以他们在师资方面呢 大概是有两个大优势 第一 晚夜的师资 一般来说 在晚夜都是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教育经历 他们那边的教授呢 因为非常喜欢 这个教育环境 非常喜欢这个院校 他们经常会愿意留下来 比如说 我个人认识的一些 在卖大 毕业的 就是科学 或者护理院校的博士 他们经常会选择 在晚年一流 就是几十年 那这些老师 也能够去看出来 这个学校 对于教师的培养投资 而且对于这个 对于培养整个学校的学习 氛围和师生关系 其实是非常看重的 第二个师资方面的优势呢 就是在认课的很多玩夜老师 他们同时是在很多真正的计算机机构 或者精算 或者软件开发公司就职 一般都是在中层管理以上 或者甚至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公司 然后他们一边在领域上面发展 一边同时在玩夜任教 所以这个给孩子们带来的就是更加直接的职场行业知识 也是更加直接的一些 在工作岗位上 在这个科技发展的前沿当中 孩子们下来会接触到 对他们更有价值的一些知识 这些呢 也就是说能够给玩夜带来他们的 他们的师资亮点 其二在教育资源方面呢 玩夜其实在整个学校里面 他们的投资是非常大的 从2015年到现在 玩夜整个在学校的这个设备投资上 就是几百万刀 他们投资的最近有两个新项目 一个是他们扩大了一个专门的学习辅导中心 这个学习辅导中心是给任何的在读学生 任何的课程辅导呀 或者教师课外答疑呀 然后这个中心呢 也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图书馆资源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在课外 学生们能够在一起做小组项目 或者在一起考前复习的一个好地方 第二个最比较新的资源呢 是玩夜专门的一个STEM Center 这个STEM Center的意思就是 它的开发目的是为了更加好的帮助 在读的科技计算机还有任何的理科方面的学生 和数学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去实践做一些对他们来讲 在培养他们的专业知识 或者在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的时候呢 会有很大帮助的一些机会 这个STEM Center里面有很多很多小方块 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叫Maker Space Maker Space在国外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机械性的实验室 然后里面可能各种各样的机械都有 有孩子们跟我们说 他们里面有什么 有各种各样的那个电路板的那些工具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软件 或者硬件需要的一些科技工具 也包括很多什么3D打印机等等 比较先进的那种硬件设备资源 都在这个STEM Center里面 那对于学生来讲呢 他们刚刚从高中毕业 然后在面向大学选专业之前 这种动手能力和这些机会 能够给学生们带来不少 可能比相对来说其他的预科院校 刚走进大一大二的学生 可能他玩捏的孩子们呢 就会有这个经验优势 也会有这些资源的优势 第三点在玩捏 他们的侧重点是 是科学技术 还有等相应的那个计算机专业 所以他们的人脉网呢 也是在这一方面投入特别多 比如说玩捏经常是整个加拿大CRC 那competition的主办商或者主办场地 另外玩捏也有自己的那个机器人比赛 这个机器人比赛也是经常会邀请 其他学校的学生们过来一起 一起去切磋 这个学校也会有 每年都举办很多次科学的展览啊 也会有经常就是在校任何的老师们 因为他们是同时兼职 或者同时是一些科研专业的那个工作 或者管理人才 他们就会专门引进一些更多的实际 实际活动或者一些交流活动 让学生们能够尽早的去和专业人士 进行一些学习 这些也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 更深度地去了解他们的学术专业内容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机会也是非常可贵 因为也是帮助学生们去慢慢地接触 以后可能在学习上啊 或者在工作上会对他们带来有帮助的人们 最后一点呢 玩捏的这个他们的侧重点 是在于机械或者在于科技的 所以他们的升学率这一方面呢 就是给学生们的准备就非常的独特 一般来讲玩捏的学生 在升学方面 他们能够选择的余地 就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去准备 以后去选择 比如说跟计算机 或者跟软件工程 电子工程相关的专业 也是更加有这个准备性去 去学好大学之后 可能有的数据统计啊 或者数据管理这方面的专业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玩捏也是能够在升学率上 给予学生就是很充沛的信心 另外一点前面也提到的 是玩捏的很多老师们 因为他们都是在整个蒙城的 成功学术人士的圈子里面 所以学生们一般能够 从老师的这个辅导之下呢 对于很多的大学要求 和学术方面的这个认知 都是比较的 准备也是比较充分 那这些学生们都能够在 他们的两年或者三年 预科生涯当中 为下来的大学就是做好 可能相对来说 特别是在计算机这方面呢 会比其他的学生做好 多几年的准备 so 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晚点的各大专业 这个专业呢 我们今天晚上把它分成了 两个板块 第一是两年专业 第二是三年专业 那像其他的蒙城英语预科学校 Vanier Dawson和John Abbott 其实都有很多很多专业 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 可以去官网上细细的查看 他们这个网站做的 非常非常的直接明了 里面可以一目了然查到 全部的两年专业 和全部的三年专业 那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也是时间有限 我们挑选了一些 在晚叶比较热门的 而且我们觉得就是在于 那个专业内容设计啊 师资力量各方面 都是准备的非常不错的专业 给大家进入深入的介绍一下 so 有些在座的家长们 上周听过我们的那个 Marianopoulos的讲座 可能也就记得 Marianopoulos的强项 是他们的科学 荣誉科学 以及数学和金融专业 然后在 在 Lannier呢 他们的特色就有这三个 这个表上我们看到的 第三个大亮点 第一点是 Lannier独有的 这个口碑极佳的专业 是Compute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就是计算机和数学专业 这个专业呢 就是他专门设定了 四节必修课 来去给孩子们进一步的了解 编程专业 也是让孩子们以后 在编程 在 工程 在那个 软件和硬件设计 或者开发行业之后 能够有更早的一个基础 第二大 比较特色的专业呢 是这一个 Science and English and French 也就是 他这个专业是用两个语言教的 就是说一般在一个英语院校 可能很多的课程都是英语授课哈 但是在 Lannier这个专业呢 他给了学生这个选择 他可以在这个专业里面 用英语和法语任何语言 学习科学专业里面的任何必修课程 这一个语言的双 这个双语专业呢 其实在很多层面上是 给学生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 在整个魁省当中 如果孩子在就业的时候 就是想进入任何的专 就是比较专业的行业 那这些行业一般来说呢 都是有一定的双语言要求 甚至学生也是需要具备 同时掌握学术 术语同时在英语或者法语中间掌握 比如说一个在读 比如说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 他们将来的职业岗位呢 就是有时候他们也是无法控制 什么时候接触说英语的病人 或者说法语的病人 那这些人才就其实最好 就是他们能够去 在用两种语言同步去学习 他们必要的一些专业知识 所以这一点也是在完页第二大专业 两年专业方面的亮点 第三个大亮点呢 是在商科里面 一般来讲 商科在一个预科院校 就是一个简单的商科专业 它叫Commerce 然后在很多英语预科里面呢 商科专业有分 普通的商科专业和荣誉商科专业 但是在马利安 不是 就是在完页这个专业 它其实是有两个非常细的划分的 第一个呢 选择呢 是Commerce Major in Entrepreneurship 这个专业的意思就是专门给孩子们培养 在创业方面 就是在同时培养和发展一个小规模公司 慢慢就是崛起的这个阶段呢 他们专门有这个方面的专业特色 也就是说在这个商科专业里面 在Entrepreneurship里面呢 学生们更加注重的 不是普通的会计 或者商业基础 或者宏观经济 他们最突出的 就是让孩子们亲身去研究 去学习 怎么在创业的这条漫长的路上 能够抓好每一个细节 这个专业知识呢 其实对于学生以后 专门去选择大学里面读商科呀 或者读经济学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个商业特色 是下面这一条 Commerce Maj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中文意思就是国际贸易 那这个专业呢 也就是说他们专门把商科 另外一个非常热门的 学术专业腾出来 做完美的特色 在这个国际贸易里面 老师们的专注点和侧重点呢 也就变成了 怎么去培养孩子们 对当今21世纪 整个商业 比如说供应链啊 或者在整个北美地区 或者在亚洲地区的 各大领域的一些特色 能够帮助学生们准备好 以后踏上国际舞台的第一步 所以这个专业的里面 学生们也会经常会接触到 在细致的一些商业专科知识里面 可能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领域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那学生就会提早去接触 怎么去分析这些特色思路 另外当然除了商科和理科之外呢 丸业也有他们的文科课程 这个文科课程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一点不同 第一 丸业的那个文科选项里面呢 他们也是具备着 比如说音乐和文科 就是social science跟music 就是我们上周也讲到 Marinopolis也有的音乐和文科 或者音乐和理科的双专业 第二呢 丸业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 social science跟science 这个专业就是文理科双学位 也就是说学生会在这个专业里面 同时学习文科 比如说商科的必修课 也同时学习理科的必修课 下来呢 我想稍微介绍一下 玩业的三年专业 先给大家提示一点 很多家长们会问 会提问就是 如果在预科的时候上三年 那是否这个算是一种职业学校 那是否这意味着以后就不能上大学 或者会考 会在考大学的时候带来很多麻烦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在玩业的三年专业呢 其实都可以让学生们以后 有这个可能性去走向大学之路 也在那个专业知识上各方面 其实是对大师有一点帮助的 比如说哈 有些三年专业里面的 有一部分的必修课 它是可以来作为去抵消大学学分 比如说从魁省出去的学生呢 他们一般是读两年预科 也就是相当于国内的高三和大学一年级 然后他们在读三年大学本科 如果学生从外内的三年专业出去 只要他的学分和选课方面 有这方面的就是细节注重的话呢 他们一般都可以在大学里面 做到最多读三年 更有可能读比如说两年半 或者一 比如说两年半或者两年整这样子 因为他里面主要的就是注重点 是学分而不是时间 so在这个三年专业里面呢 有些专业对于学生来讲 也是非常入门的 比如说在他们的理科专业里面 外面更加深入地打造了三个 跟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设计工程 有关的三年专业 这些专业里面包括了第一条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就是建筑方面的技术专业 这一点呢对于很多就是将来 往综合建筑系发展的学生 也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条computer science technology 和第三条comput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这两条的最大区别 就是一个稍微理论化一点点 另外一个呢稍微更加的实际性一点 更加就是有更多的上 就是做项目 或者编程做project上手机会 在商科方面呢 晚年也是推出了很多 非常细致的商科专业 有理财管理的那个专业 也有会计专业 或者直接的企业管理专业等等 这些也是跟普通的 两年商科专业有一点不同 这些专业呢因为比较的深入 他们的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并且呢这些专业里面的一些课程 如果孩子以后比如说 三年的专业毕业之后 他们想去读大学的话 这个是在只要他们的学分设计 规划各方面OK的话呢 他们在大学的生涯里面 其实还可以做到底一定的学分 在医学类 外面也是特别推出自己 非常有特色的一些 兽医护理麻醉各方面的特色专业 这些也是帮助学生们 先在读大学之前 有一定的上手锻炼的经验 也给他们在课外多积累 一些实际的这个见习或者实习经验 因此呢他们以后走向大学 或者走向职场 这些学生的这个提早的三到两年的这个经验呢 可能就会相对来讲给学生 有更加好的这个 这个qualification这个准备 让他们在职场上能够脱颖而出 so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介绍的第一页纸 这边呢是完涅的两年专业 包括了理科商科和文科 然后完涅也是在公校里面 他们有自己的三年专业 如果大家想更深一步的去了解的话呢 欢迎大家直接在官网上面去 鼓励孩子们去多查一下细节 那下来今天晚上呢 我想进一步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几个两年专业的课程设计 和他们的一些内容介绍 第一看一下理科专业 so理科专业在完涅 它也是分生命科学和 和那个peer apply science 理工科科学这两个这两个分别 我稍微再介绍一下 这两个理科走向的不同 生命科学呢就是health science 这个学科在理科的分化当中呢 主要是培养学生 了解更多的生物 化学和生化方面的知识 能够帮助学生以后在 比如说在医学方面 在护理方面 或者以后在本科的时候 医药啊或者免疫啊或者生化 了解各方面呢有更好的准备 然后这个专业里面的学生 大家可以看到哈 他们的科学必修课里面 包括了两个生物课程 和一个生化课程 这些课程呢如果学生是学了peer apply science 也就是理工科的这个理科专业 反而这课上面会有设计的不同点 这个peer apply science peer and apply science 面向的学生就是以后对理工科 特别感兴趣的孩子们 比如说电子工程 土木工程等等 这些专业呢 因为他们下来的这个工程专业的 含量非常高 所以他们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呢 学生是必须修三门物理 而相反如果学生是在生命科学里面 可能孩子们就需要修一到两门物理课 就OK了 所以红字代表着 也是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到 在这两个理科的专业走向里面 在内容选课方面有一点点不同 开始看到游戏家长给我们提问题 谢谢大家的问题 我们今天晚上暂时这样 因为也是考虑到大家的时间 还有我们嘉宾的时间 我们想先讲完今天晚上的讲座内容 然后我们到了答疑环节呢 会一一的给大家每一个细节都 都希望能够有一定的答复 所以暂时家长们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 欢迎大家在那个 在这个Zoom会议里面给我们留言 只要等到我们整个讲座内容结束之后 我们会返回来一一解答 谢谢 除了这个返回到我们的理科专业 除了这个理科专业里面的 理科课程必修课的区别之外 在理科专业里面 完页跟其他的英语院校试课程是一样的 大概就是他们在 无论在某一个专业里面 孩子的数学必修课 和这个专业的总体必修课 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 无论孩子以后就走向理工科 还是走向医药科 理科专业 他们在数学方面都需要修两门微积分 和一门现行代数 然后他们的必修课 整个专业必修课里面呢 也包括了这些 比如说英语 法语 人文和体育 这些课程是 无论孩子在某一个专业 他们必须要修的这些 这个 这些学分 而且上星期我们谈到的是 马利安学校 英卫式私校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体系 他们可以给于国际留学生 提供一定的法语课程赦免 但是呢 完语作为功效 他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所以任何在完语就读的 本地当地的学生也好 或者留学生也好 他们一定要修完四门英语课 和两门法语课 然后这两门课程下来 我们会有讲解 大概是怎么分班的 So 接下来一个专业 我们先去介绍一下商科专业 So 商科专业这一点 大家可以看见 在课程设置上面呢 是一般的英语院校的 商科专业都是共有的 也就是说在商科专业里面 他们的数学必修课程 和经济商学院的 那个基础课程都是一样的 孩子们都必须要学过 三门数学 微积分和现行代数 另外呢 孩子也需要修两门统计课 一门叫 Quantitative Method 另外一门是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就是一门课主专门是 教孩子们怎么去准理这个大数据 怎么去逻辑性的去分析数据 而另外一个课程呢 而是统计学的这个介绍和基础课 在商学院的这个必修课程 在绿色这框架 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商科学院 他们的必修课也包括了商业的一些基础 也包括了经济学 这个经济学就 就是宏观经济和 和微观经济这两门 另外呢 在那个文科方面的学生 在商科学院里面也是必要学习 西方历史和心理学这两门课程 So 无论这个商科学生大概走向怎么样 比如说他们有可能去前面讲到的 Entrepreneurship专业 或者这个国际贸易专业 他们都是需要经过四门英语课 两门法语课 两门体育和六门人文 这些课程也是任何的商科学生必须要做的 So 也就是说如果从一个选课这个人文课程角度来讲 可以看见的是理科专业和商科专业 在人文课程的必修要求上面会有一点点不同 So 下来我们想进一步的介绍一下 来面的文科专业 这些文科专业呢 在任何的预科里面都是 他们的活跃性和他们的这个选课余地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在必修课的这个栏中呢 是我们上面第一条 required classes 这里面学生只需要修西方历史心理学 统计宏观经济 还有前面说到的英语 法语还有体育课程 除此之外 文科里面的任何 任何专业呢 都是有这些选修课程 比如说八门的就是人文选修 还有另外的任何人 任何的那个人文兴趣左右 所以这些 这一些人文课程分数 也就是给一个学生充足的这个空间和 和那个课时去接触 对他们来讲更加熟悉 或者更加 更加那个以后往这方面去发展的 这个大学本科专业 在这个选修课程里面 很多的完美的课程选项非常非常多 有各种各样的内容 比如说像政治方面的 历史方面的 像哲学方面的等等等等 当然这些选修课呢 下面一写到 他们也包括了一些 稍微偏文偏商的选修课 所以这些都是说 给于学生来讲 足够的这个 足够的这个时间 去慢慢的探索 自己可能在大学专业方面 一个比较深入的方向 So 下来我想主要介绍一下 Vanier的Social Science跟Science 也就是Vanier自己的文理双科 So 这个双科呢 在比如说在玛丽安 或者在John Abbott 可能都是叫Arts and Science 在Vanier这个专业 叫Social Science and Science 在课程的就是内容介绍这里呢 我们写明的是这样子的 在数学方面 任何文理双科的学生 就是要修四门数学课 也就是微积分第一门第二门 然后一门现行代数 加上一门统计 最后呢 学生可以去选修 这个课程就是会计 这课程最近几年来 算以挨念这个专业的必修课程了 也就是说 现在在那个文理双科里面呢 这个课程的 这个专业课程的 内容也包括了 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商科基础 也就是说 在这个文理双科里面的孩子 他们也是有这个潜力 比如说以后去往商科 本科专业去发展 在理科方面的课程 学生是有这个选择性 去修一定的生物 但是化学和物理 这个五门必修课 是绝对不能少的 然后在那个文科方面呢 学生有这些 也是他们的必修课程 也包括了西方历史 宏观经济和心理学 但是另外呢 这个文理双科里面的 另外两门文科必修课 之一是创业的 这个商业基础课 另外一个呢 就是marketing marketing中文应该是 推销 I'm not sure how this is called Can somebody help 也就是 给大家做 就是教学生们宣传这个专业 right so也就是说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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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艺就读 social science 跟 science 学生 他们的选修课 和前面在 马利安 就读的选修课 有一点点不同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 马利安在这个 文理双科里面 他们的必修课 有了很多美术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so 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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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的这个 文理双科里面 他们的必修课程 没有美术 或者西方美术 历史 反而他们对于 商科的这个 必修课程 更加的专注 所以有些孩子们 如果在考虑 这个 文理双科的话呢 其实要多看一下 这个必修课程里面 到底包含着什么 或者不包含什么 下来 我也想给大家 今天晚上 细节的去分析一下 在 在 丸涅口碑集加的 计算机与数学专业 这个计算机与数学专业 它的划分 它是属于 理科专业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学生呢 他们是要 申报的是 Science 就是理科专业 然后申报进去的时候呢 学生可以开始选择 你是不是要就读 计算机和数学专业 在课程上面呢 他们的规划 性质是这样子的 第一 他们在编程课上面 这个专业有了 四门必修课 第一门必修课 是 基础的这个 编程课程 也就是说 孩子们会在这个里面 先去学习一下 编程在代码 或者在设计 各方面的一些 基础 这些也是任何以后 孩子们如果想去往 计算机或者 理科经济的这个 理科工程这方面发展呢 这些课程也是必修 不能少的 那相对来讲呢 如果在预科 就能够先去选修 这些课程 那当然对孩子们以后 如果往这方面去发展 往计算机专业 大学去发展的话呢 那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两年 这样子的优势 第二孩子们也会学习这个数据管理和数据结构 这个课程的也是最近一些年来在计算机领域上面非常热门的这个必修课程 他们也是教学生们整个在做比如说一个小程序 或者大的APP或者做网站 现在越来越多见到的呢 是大量的数据信息 那在学编程的过程当中 必修课之一也就是学习怎么去管理 怎么去设计这些信息的管理和结构 下来学生们也会学习到这个 Program Development for Graphical Environment 这个课程大概的中文意思 中文不是很好 我记得意思就是人机交互界面 也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很多APP网站上面设计呢 都会有一定的就是像这样子图案画面 然后不像三四十年前的计算机领域都是直接写代码 进去在Terminal里面写 现在大家都是直接按一些Button 就可以直接跟机器操作 那这个就是给一些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设计师们 带来的一个要考虑到用户的这个环节 那这门必修课对于全部的计算机领域的学生来讲 也是一门必要的 最后呢 Vanier的计算机专业会在第四个学期 也就是两年专业的最后一个学期里面 给学生进行一个project 就是一个整体的项目 这个项目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总结 能够给孩子们机会去真正动手 从头到尾操作一个一个程序 或者一个网站project出来 然后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给孩子们一个机会 也去磨练自己的表达能力 去磨练对用户的观察能力 然后去更加独立的去和教授 做一个学术方面的探讨 那除了这个四门编程方面的比修课之外 这个专业里面也包括了数学 这个里面除了微积分和现行代数之外 还包括这个discrete mathematics 也可能需要帮我翻译一下 这个discrete mathematics中文是什么 这也是在计算机领域 在数学方面是一个 在本科院校里面是不能少的数学比修课 所以也就是能够在晚夜这个学校里面 他们学生们可以提早一两年 先修一下高数的高数内容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帮我翻译 谢谢 除了这些之外呢 因为这个专业计算机和数学 也是还在理科专业之中 所以学生们还是需要经历 这些必修课程 比如说选修英语 法语体育 也包括了理科方面的必修课程 有三门物理和一门化学是必修的 也就是说 如果学生们选择计算机数学的话呢 生物课就不再是必修课程 你如果孩子们有兴趣的话 比如说以后想在 想往那个 biomedical engineering等等的地方发展 那可能这个生物课程 也就是作为孩子来讲 一个选修课 下来 下来 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这个学习方面呢 特别是 特别是 在计算机专业 其实学生除了修课之外 动手能力 现在是越来越被关注 这些图片也是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丸内学校 在给再读的计算机专业 学生提供的一些课间或者课外的活动学习机会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上面的这个第一幅图案呢 是Cisco Systems Cisco Systems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硅谷 早期建立的那个网络公司 这个公司的名气和它在硅谷的重要性 其实和一些硅谷的大腕 那些Google啊或者Facebook之类的都是并列第一 这个公司他们在渥太华的 一直会 手碰点了 快 不好意思 谢谢 这个公司呢 在渥太华的分站一直会从丸内学生吸引一些见习生 或者一些在校的互动机会 第二呢 丸内的学生近几年来也会前往美国的普林斯顿 大师大腾学校之一 在学校里面参加他们的黑客马拉松比赛 那这也足够去证明 丸内的学生在计算机方面 其实他们有他们是有足够的这个实力 出去魁省和其他的高材生去相比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学校的校园境内呢 老师们还有一些教 和那个教育部的这些教练们 对于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非常专注的 当然今年因为疫情这些专业的机会 可能就会在网上进行 但是无论如何 丸内在这个计算机工程和数学方面 给予的学生的用心和他们的投资投入 都是数一数二的 下来呢 来看了三幅图 第一幅图在这里 Math and Science Review Session 大家也知道哈 今年各大CGEP院校都是网课 所以对于很多学生来讲 这个是与众不同的一种学习经验 然后网课也对大家带来了不少挑战 和一些在时间上在作业操作上各个的这个问题 但是在网课操作方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9月份开始观察网课院校到现在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亮点 丸内主动以校方和教授的名义 给老师给学生们在课外时间提供了更多的复习机会 这些机会都是课外额外的一些辅导机会 然后也是证明了 丸内在整个从线下的实体课程变到线上的网课 无论在什么专业特别是在这个数学专业方面呢 也是给了学生不断的更多的这些锻炼机会和辅导机会 去鼓励孩子们 也是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学校在他们的学习上是非常用心的 中间这一幅图呢 是一个玩意最近几年来啊 就读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做的一个毕业项目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图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学生当时的这个项目就是用AI 就是用智能的那个 用智能科技啊 来去来去打造一个专门属于啊 属于啊游客的介绍蒙特利尔的网站 那在外面用户看来讲 这个网站非常漂亮 这么多很漂亮的图案 但是做这个项目的学生们呢 他们要结合的不仅仅是一些计算机的那个学生方面的基础知识 也是要同时更加实践性的去去探档去学习 有些学生可能相对来说会在大学12年级才会碰到的一些计算机技能 最后一点这个图案 我不知道再多的学生们可否就是认出来这个这个图是哪里来的 在国外哈很多的在计算机领域就业的或者学习的这些人才们呢 都会在这个网站上把自己写的一些程序或者一些作品啊 放在这个网站上 Thank you GitLocal 对这个这个网站叫GitHub 网站上面呢 有各种各样人才的作品 无论是入门的学生还是多少几十年经验的那些高层管理 然后这些网站上也是让晚年学生们能够早期熟悉起来 然后绝大多数的晚年计算机专业的孩子们呢 都会在就读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代码放在这个网站上 然后互相学习互相切磋 然后也是学校鼓励孩子们提早就把自己的这个计算机方面 或者数学精算高数方面的这个动手能力和他们的项目经验 早一点积累起来 给他们将来的大学就业就读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So在读晚年计算机专业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和竞赛的这个机会 这些图案我也专门挑选了一些近几年来 晚年那些亮点活动 他们包括前面三幅图 一二三在上面这三个呢 都是晚年每年的这个计算机robotics competition 也再提一下晚年经常是参加整个加拿大组办的CRC competition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鼓励孩子们 甚至高中生在晚年每年竞赛 去去看一下每年新创的一些一些机器人 也是能在这个平台上认识更多的同学们 下来这三幅图我稍微介绍一下 最左边的这一幅图呢 里面好像看上去好像就像一些孩子们 用意大利空心粉的里面做大积木 其实这个图是晚年特色的桥梁设计项目 英文叫那个bridge design competition so每年这个项目呢 是专门让工科学院的孩子们去体验 怎么去设计在各方面来讲 更加就是在结构上更加稳定 在理科方面 在那个物理方面能够更加有挑战性的 这个桥梁专业 那这些模型呢 也是有专门的教授 每年给孩子们审批 那这个专业也是对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如果孩子们能够 以后想去往这个土木工程方面去发展 或者往工科院方面去发展 这种动手能力和这个比赛项目 也是非常宝贵的 中间这个picture 可能大家看得不是很清楚 它的这个旁边这个小标签叫launchbox so这个专业 这个活动项目呢 是每年丸业院校专门拨款 鼓励孩子们创新的机会 也就是说参加这个项目呢 是丸业校方给孩子们提供这个平台 也提供给他们一定的奖学金 能够让孩子们在课外的时间 去研究一个属于自己的发明创造 或者属于自己的一个科学 那个学术研究 然后在最后一天 能够给校园的任何教授们 在读的同学们 以及任何的那些 visiting 做客的家长们 或者大学的教授们 能够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那这个机会也难能可贵 也毕竟是学校专门提供的一个奖学金项目 也因此在这个动手能上可以体现出来 在玩意读理科专业或者计算机专业 其实给学生带来的是无数个各种各样的 那个上手就是学习的机会 然后呢 因此玩意的学生 有这么多的好机会 能够比一般的大学生 提早两年开始积累自己的简历 so 说完这些呢 有些家长也已经开始在问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除了介绍专业之外 我们也想更深一步的去给家长们 提另外两个玩意的学术方面的特色 第一个是这个阶梯项目 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 不好意思 so阶梯项目的英语叫Pathway Program 这个Pathway Program呢 是在蒙特利尔的英语预科专业 院校里面都有的 也就是说 Vanier John Abbott Dawson都有这些Program 然后今天也是稍微讲一下 Vanier在这个方面上面 给大家的独特设计 so Pathway Program在Vanier一共有三个 他们的面向学生适合的人群也不同 第一个项目是 英文叫Transition 项目 这个项目的就是面向的学生呢 是已经在Vanier就读了一个学期的孩子们 但他们在就读一个学期之后 他们可能非常对就是转转 他们想转专业 但是大家也知道哈 就是在整个高中过程当中呢 学生在中学四年级 红五年级是要选择文理科的 也就是他们在数学和科学方面 是有一定的就是 内容的不同 和他们已经做好这个选课准备 所以有些学生比如说 在中学四五年级的时候 没有选择当时去学高数 或者去学数理化 但是学生经历了一个学期的 预科学期之后 还是决定以后往理科方面去发展 那Vanier就有这个机会提供给孩子 额外的一个学期 专门去把中学四年级和中学五年级的 数理化必修课程在完页完成 那这个课程设计呢 其实也是给学生们带来一定的 这个去探讨自己 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 去了解专业的一个机会 而也是给学生们准备一些 准备一些下来可能还会有 补充的这个学习机会 也要稍微提醒一下 如果学生选择这个transition program呢 有可能学生有会晚毕业一点点 比如说一学期 或者就是需要上一些下校的课程 当然这个也是要更进一步的 去跟校方的那个规划老师进行探讨 第二个专业呢 是英语叫pre-requisite so这个专业不是给再读一学期的学生设置的 这个专业是专门给 没有开始正式在那个 预科学习的孩子们 但他们已经被完念入取了 比如说这些学生 可能在中学五年级的时候呢 因为疫情或者种种原因 他们的数理化的成绩 并没有达到科学院下的要求 比如说他们的数理化成绩 可能会少个几分 那这些学生 这些学生呢 可以在先用一个暑假的机会 或者先用第一个学期的机会 先在晚内就读这个pre-requisite program 这些学生 他们的主要目的 就是把中学五年级的数理化 必修课程 重新温习一遍 然后在分数上 在平均分上 能够达到科学院校的要求 so 这里最后一条 passages program 这个program的面向的学生群呢 是在中学四五年级的时候 种种原因 学生的成绩 没有达到他们理想 申请专业的这个学生 成绩要求 但是呢 这个孩子可能自己也没有完全的想好 将来大学或者就业 想做什么 那他们可以一样去参加 晚年的passages program 这个program呢 就是给学生们带来 中学五年级的各种必修课的 一个温习的一个课程介绍 另外呢 也会给学生带来一些人文的 就是入门课程 帮助学生们自我探讨 自我分析 将来可能对哪些领域 或者哪些学术方向感兴趣 另外呢 这个program也有他们专门独特的 学习技巧课程 这个技巧课程 其实对于我自己觉得 对于很多 在预科或者甚至在大学 学习的一些家 一些孩子们 其实很有帮助 他们教孩子们怎么去有效率的 去管理自己的时间 比较有就是自我反省性的 每个星期去完成预习 学习复习这三个环节 也是帮助孩子们学习 怎么去适应预科的学习氛围 怎么去更有效的去写笔记 更有效的去参加讨论性的课程 所以这些课程其实对于很多学生来讲 他们在这个program里面 有可能是一学期或者两学期吧 他们都有一定的 就是都能够从中有收获 然后通过这些必修课 就是修完之后 他们的成绩有所提高 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自己 对于以后可能去发展 这个在某个领域去发展 可能更加有一个认知 所以这些呢 就是在passages program里面的孩子 可能有回到的收获 当你完成了passages program之后 这个学生当然可以去申请 完内的任何两年或者三年专业 那在我们下来讲 那个升学方面的 就是申请分数线之前 我也稍微再回顾一下 完内因为是功效 所以他们的就是课程设计和专业设计 跟玛丽安私校是不一样的 然后因为如此 完内的课程一般来说都是regular 就是正常的program 然后在完内呢 他们有两个就是honors program 这个honors program呢 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荣誉program里面 荣誉program在完内两个呢 就是一个是理科 就是任何的peer applied science 或者health science的学生 都可以在他们所 他们所就读的这个理科院 进行honors program的学习 然后完内的另外一个honors program 荣誉program就是文科program 因为整个魁省的这个预科制度设计的方式 是他们是说商科program 商科专业 在教育管理这个角度来讲呢 是属于文科专业旗下 所以如果在完内就读商科的孩子们 如果他们想挑战去申请荣誉专业 这个荣誉honors program其实是算在social science 就是文科的这个荣誉program之下 因为这个是功效 他们的申请制度啊 和这个要求各方面还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我们下来呢 想正好是时间 正好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完内的升学要求 以及今年疫情的特殊情况 也谢谢大家这个奇问 我们是按照我是想那个先把我们的讲座内容 过一遍之后呢 下来我们会有专门的答疑时间 然后也会到时候我们也会尽量给每一个家长 或者学生的问题进行答疑 so so 就是最后稍微提一下 这个我们前面跟玛丽安的讲座也是一样的内容 也就是说无论是无论在某一个院校 因为program的必修课程 它指定了一个学生的 就是在读大二或者大一之前的一些必修课的要求 所以一般来讲呢 如果预科的时候学生们选择的理科 比如说peer applied science或者health science 他们在大学院校里面 其实都可以去就读几乎任何的专业 他们都可以 但是绝大多数的学生呢 会比较侧重于选择理工科 或者医药科类的那个本科专业 当然如果在 如果学生是魁北科当地的孩子的话呢 通过两年的那个预科学习 学生也有这个可能性去直接申请法学院 或者医学院这样子 他们无需去经过三四年大学院校的学习 如果学生他们就读的是纯文科 就是social science 那这些学生呢 大概在大学的这个院校走向 去向方面来讲呢 一般都是文科专业 那这个大学文科专业 大概就是政治啊 或者经济啊 或者哲学啊 社会学啊等等 也是稍微提一下 在国外 就像上次我们有家长问过 在国外 美国或者加拿大 绝大多数的大学里面 经济就是economics 其实是文科院校的专业 它不属于理科 当然在课程设计方面 其实有一大部分呢 是理科或者数学 这个含量比较高一些 so如果学生在 预科的时候 选择的是商科专业 就是commerce专业 无论你是在反面读的 比如说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贸易 或者还是entrepreneurship 你都是属于商科院校的学生 那这些学生呢 绝大多数来讲 他们都会选择去报考 本科的这个管理专业 管理学院 so这些大学的 那个专业去向 其实也比较的普遍 当然个人 我们是建议孩子们 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真的去研究一下 每个院校的某些专业 也去多跟家长们 跟老师们 跟辅导老师们 多去探讨一下 在申请大学之前 两年或者三年 其实你就可以稍微 去了解一下 然后反推 你在预科的时候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课程 应该给自己打造 什么样的预科经验 能让自己在多方面 在必修课 在学习的经验 还有活动参加经验 各方面 能够有比较充分的准备 so下来呢 我想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那个 Vanier 预科的录取情况 当然有几点 大家可能都是 今年特别关注的消息 首先 Vanier作为功效 他们的录取制度 和前面我们上周讲的 Marinopolis 马利安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 在马利安 他们自己因为是私校 他们自己的制度 各方面呢 比较的特殊 他们的成绩计算方式 各方面也比较的独特 但是Vanier 他们属于功效 他们的系统就不一样 所以他们在 在无论是申请要求 或者分数线 各方面 或者文数要求 都会跟其他的院校 有一点不同 那另外呢 今年因为大家都 对这个疫情 非常的关注 我们团队也是在讲座之前 特别联系了工作人员 现在呢 我们是得到的消息 是这样子的 就是今年的 整个魁省 有很多学校中学 在今年三月份开始 就陆陆续续的停课 或者网课状态 那再加上 今年五六月份的 这个审考被取消 然后今年十二月份的 审考补考 可能还不确定 所以整个预科院校们呢 对这个事情 非常的了解 也他们也在 争分夺秒 希望能够在更早的时间 给大家一个 准确的答复 那我们现在能够 告诉大家的就是 今年大概的 状况呢 就是各大院校 各大预科学校 他们都是在跟 省教育局 有一定的就是 探讨 他们都在考虑 今年的这个学生学 怎么办 那也就是说 今年的院校 比如说 Dawson Vanier John Abbott 马利安 可能大家都会采取 介于公平阶段 一样的这个 这个升学制度 现在呢 因为Vanier 还没有官宣 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 现在告诉大家 今年的制度是什么 据多方面的消息 今年可能 这个学校会采取 不考虑中学 四年级的成绩 也就是说 学校因为疫情 大家中学四年级的 这个成绩 就是2019到2020年 这一年度的成绩 可能会有各种 各样的情况 所以学生们 也会自己觉得 在这个三月到六月当中 我们的成绩发挥 各方面也会受到 一定的影响 那当然大范围 去考虑的话呢 整个省 或者整个国家的 这个疫情之间的影响 也是挺大的 所以当然下来 那个 南面告诉我们的消息 是大家会在 南面的公开日的时候 给大家作为一个 肯定性的宣布 但现在他们的倾向 是只考虑今年 就是今年2020年9月 到明年1月份的 这个成绩 然后这样子能够做到 各大学校的孩子们 能够在成绩方面 在学习方面 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对待 当然这个 我鼓励大家能够再等等 就是晚内今年的公开日 大概是11月中旬 到上旬举行 我们下来一写好 这个日期我可能忘了 在那个时候呢 晚内的学校会统一公布 今年对于报考学生的 这个成绩方面的计算方式 和一些分数线的要求 so 下来 说到这里 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这个整个申请的 讲座 整个申请的这个流程 和他们的成绩计算的 这个方式 也再提一下 因为 Vanier所用的这个系统 它的缩写是SRAM 这个系统呢 是Vanier 然后很多的法语功效 还有John Abbott 那个西岛的那个功效 共有的这个系统 他们的计算方式和前面 我们讲到玛利安的计算方式 是不同的 也就是我想下来呢 跟大家进一步的去分析一下 在魁省的这个 这个申请流程 和他的申请分数线的计算方式 so 我们先稍微讲一下 这个系统的申请 so 系统申请呢 跟玛利安完全不一样 这个 因为他们用的是SRAM 这个SRAM的 主系统 它的系统里面 一共有三轮申请时间 也就是说 一个学生 有可能会有三次机会 去报考完面的专业 第一轮呢 是统一三月一号截止 也就是说 孩子们可以 比如说 从他们那个开始 他们开始接受申请表 一月中旬到一月底的时候 就一起 登记表格 然后报考学校 只要在三月一号之前 学生在这个系统里面 申请了这个院校 和他的志愿之后呢 那这份申请表就进去了 第一轮申请 往往是名额最多的时候 也就是说 第一轮是各大学校 名额都是放出百分之百 有学位的时候 然后在第一轮截止 大概是在 第一轮的这个录取截止 大概是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份 然后在这个时间当中呢 如果孩子们就是没有想到 没有得到他们的第一志愿 学校的申请 他们可以重新再进入这个系统 SRAM系统 重新再去做一次申请 就是第二轮 然后也有第三轮这样 所以在这个表上面 我们稍微给大家 那个介绍的是 一轮二轮和三轮的截止时间 这个时间呢 我们只能说中旬或者下旬 是因为最后这两轮 每年的这个截止日期 会有那么一两天是不同的 所以我建议孩子们 在这个截止日期上 看一下光晚今年的这个截止 第二轮第三轮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下旬左右 然后他们的流程呢 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单子 递到SRAM里面去 一般这个系统会自动 从你的再读中学 直接去 直接让要求学校 发送你的成绩单 也就是说 你自己一般情况下 你自己不用 在申请了Vineate之后呢 自己再跑去Vineate 递一下你的成绩单 当然各大学校不同 特别像私立学校 有可能在这个流程上 会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我们建议 在这个传送文件上 如果需要的话呢 孩子们提早 跟你们在校的这个负责老师 稍微确认一下 然后以确保 你在三月一号之前 一定要把这份单子放出去 一定要在把 在截止日期之前 把需要的成绩单 文书各方面的内容 发送给学校 so 在这个三轮的 全部的截止过后呢 一般Vineate会 往年来我们看见的 都是要么就是五月份开始 要么到八月份也有 他们的英语和法语的分班考试 这个考试呢 我带着心也是因为 不是每个学生必要去考 很多国际学生 我们都是建议孩子们去考试 在法语和英语 这个两门语言当中 给自己就是更一步的 进一步的去认知 也是帮助完念学校 帮这个孩子 针对你的这个语言情况 把你安排在属于你 适合你的英语 或者法语阶段里面 当然这个分班考试呢 每年的情况 可能会不同一点点 所以到时候 等到孩子们拿到 录取通知书之后呢 学校专门会有 这方面的这个流程的介绍 然后再 在反面 因为它是功效嘛 所以一般来说 这个语言分班考试 英语和法语 它都要进行 而且 最好我们建议孩子们 就是在考之前 稍微准备一点点 就是熟悉一下 概括性文章的写作呀 或者单词呀 语法呀等等 让你不要在最后 这个环节上 出任何的差错 我们以前见过一些情况 因为学生的发挥问题 或者没有时间准备 或者整个暑假回了国 八月份回来之后 参加这个考试 然后种种原因 被学校分到了 没有学分的 这个英语的班级里面去 或者没有学分的 法语班级里面去 那这样子在学习上 在整个学习规划上 具有可能有一点点小问题 so 下来给大家就是细节 介绍一下 就是Vanier和John Abbott 都共有的这个SRAM系统 我给大家截图的 这个是他们的官网 第一个页面 这个网站呢 孩子们可以到时候 一月底两月份 关注一下 大概的流程就是 只要你在某一个 只要你想去申请Vanier 或者John Abbott 或者在这个系统里面 有的这个学校 你每一轮 你只能够去申请一个 所以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第一职业 你想去Vanier 那你就做好准备 3月1号之前 把这个申请递出去 然后你一般 他们会有几种方式 一般情况下 都是Regular Applicant 或者International Applicant 然后点进去之后 整个他流程 一步一步 他会带你走下去 然后因为这个系统 和前面的马利安系统 不一样 我想下来进一步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计算成绩方面 他们两个系统的区别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两份单子 可能大家家长们 都会多少熟悉一点 孩子们也可能都认识 一般来讲呢 在读的中学生们 每到7月份吧 就是中学4年级 和5年级的孩子们 每到6、7月份 会有两份成绩单 第一份成绩单是这一个 在蓝色这个角度上 这份成绩单是学校给的 然后他里面就会说明 当然这个是以前的单子 今年会变一点 因为今年他们变成了 两个学期 不是三个学期 他们会有每一门课程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学期的 孩子们的个人分数 他们的班级平均分 他们的那个学分啊 还有老师的一些评语 这份单子呢 应该是学校 比如说在上学最后一天 或者在整个学期结束的 之后的每几天 都会发送给家长 和学生们的 这一份单子 他几乎是每个学期周末 都会寄给学校一份 那另外一份成绩单 是右边这一份 这个是省教育局的成绩单 这个东西呢 是比如说 如果你是中学4年级的 学生今年 那你会在明年的7月份 拿到这一份成绩单 这个单子是直接 省教育局寄给你的 那你不会通过学校 去拿到这份成绩单 这个单子呢 就比较特殊了 它是综合性的 不分学期 直接把你整年的 这个综合分数成绩 就是给你报告一遍 然后在这个成绩里面呢 他们也列出了 各种各样的数码信息 但这些信息呢 其实就是 Vanier所用的这个SRAM系统 需要分析的数据 所以今天我们讲 分析成绩 我会着重于这一份 省教育局的成绩单 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就我们把 我前面把那份成绩单 放大了一下 来看一下细节 so Vanier的这个系统呢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它的算法 不是一个普通的 你比如说 如果你是中私的学生 然后比如说 你今年上了八门课 然后 你可能会想 你的分数 你的平均分 就是你把八门课的分数 加在一起 然后除以八 其实在SRAM系统 不是这样子的 so 他们看的 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几个小数据点 第一 他们肯定会看的 就是你的 你的学分 也就是说 你们在这个成绩单 神教育成绩单里面 中间有一栏 是这个CR 这个东西就是学分栏 也就是说 你的成绩绝对值 对于SRAM系统 他不会直接考虑 他会把你的成绩 按照学分的比重 来去计算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如果 一个学生 比如说 他有一门 审考科目 他们考过两次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SRAM系统 就是Vanee 所用的这个系统 他只会 拿你两次 审考分数 然后取一个 中间平均值 他不会去看 你两次分数 各是多少 第三个要点呢 是在这个单子里面 它有一个 Sandard deviation Sandard deviation 大概就是一个 就是你的个人分数 离整个大范围的 全部的在校学生的 这个平均值 或者中间值 你缺多少 比如说 这个班里面的平均分 是比如说80分 然后呢 这个班 30个学生里面 可能十几个学生 都是80分到82分 然后几名学生 是70到80 然后再几名学生 是90分以上 因为他的 他的布局是非常窄的 然后80到82分里面 有很多很多学生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Sandard deviation 就会比较的小 所以你的分数 如果也是82 那你相对来说 你的分数 在整个班级里面 或者整个学校里面 你可能的 相对来说 你的竞争力 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那然而 如果你的这个分数 比如说是98分 但平均是80分 然后Sandard deviation 绝大的学生 都是在这个 80到82分之间 那你的这个 Sandard deviation 会很高 这样对你的 个人申请的效率 就是概率 还有他的计算 分数的时候呢 你是会占有 很大的优势的 另外 如果你在 SRAM系统里面 申请的话呢 你上过的任何 比如说更加难度 更加高的课程 比如说你的 书里话 你是上科学的 就那个SN 标码的那个课程 那在SRAM系统里面呢 在某些专业 我没有说全部 某些专业 它其实有加分功能 OK 另外 他们也会按照 就是学生的IB课程 来去考虑 就是说在 在玩意的这个录取当中 如果学生在中学的时候 上过这个专业 IBMYP 这个代码一定很重要 不是任何IB的课程专业 都属于这个 加两分的这个优势里面 它只有IBMYP 这一个项目有 所以如果孩子们 能够在中学四五年级 成功完成这个 IB科学专业呢 那这些学生 就他们的总平均分 还有他们的专业课程上面 加两分左右 这个两分主要是看 你的报考是哪一个专业 然后就他也要看你 你的那个总成绩 包括学分 包括平均分值 包括你的排名 各种各样的因素 算在一起 然后再去 再去按照IB专业两分 来去给你计算 所以可见 从一个大范围来讲 整个 整个玩意在于计算成绩 这个环节上面 就跟玛丽安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然后这个制度呢 也就是 更加是注重于考虑 你所在的学校的平均分 你的这个上课的难度 你的选修课程是什么 当然 如果你在读的就是 学校里面有IB课程的话 如果你成功的去读完了这个课程 你把你的personal project 什么都做完了 那这个时候你的加两分 也会对你带来很大的帮助的 在 就是这些的计算分数值呢 这个是整个系统 用在就是晚页考虑招生的环节当中 也是建议孩子们呢 就是多关注一下自己 这一份中学四年级 这个成绩单里面 这些代码 然后可以进一步的去分析你的分数 so 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各大专业的分数线 so 大家如果去官网上去查看 可能很多人会看到 晚页的官网上 它不是有 它没有这个分数线 很多情况下没有分数线的分享 也就是说不像玛利安 玛利安的学校呢 就是你在官网上可以查到 都可以查到 在什么专业它的B 它的必修课是什么 它的分数线最低 要达到什么样子的要求 这些信息 我们上星期的玛利安 那个讲座PPT里面 也有大家可以查看 但是丸业因为它是公校 比如说像Dawson Lanier John Abbott这些学校 他们一般都不会再公开 这些信息 最大的原因是 每年的这个录取分数 具体线 它是有起伏状态的 因为它每年的计算呢 是按照整体的 这个申请学生的成绩 而不是说它每年 都是按照绝对性标准 如果有一年学生 就是申请这个院校的孩子们的 实力都非常强 那当然它可能就是 在这个平均分数 和它的那个必要的分数线 可能就会有一点 往上浮的这个趋向 我这边写的呢 是大概的分数线 也就是这个分数线 是我们多年来看见 就近几年来在 在申请完页成功的学生 最低他们可能要 达到什么样子的要求 然后在商科方面的 这个信息 完页完全是不公开 所以这些也是 我们很难去告诉大家 这个每年 比如说今年疫情的情况 或者前面19年18年 具体是多少分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 理科文科 和这个商科的分数线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so先从从理科 sciences看 就是纯理科看起 这个sciences 也就包括了 生命科学 理工科学 计算机和数学 这些专业 就是 peerfly science health science 和那个compute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这三个专业呢 大概 就是从总平均分 差不多在80分左右 可能每年会有一点点起伏 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的很多学生 都是要比80分还要高 才能备入去 然后数学的和科学平均分呢 大概都是要在80分左右 或者更高 这也是他们会专门计算 就是总平均分 这个分数线的average 加上你的那个数理化 就是你的科学和数学 分单科的这个平均分的成绩 然后去看你是否有这个资格去进 sciences专业 另外呢 在必修课上面呢 我们也就是 我们也列出了 我们也列出来了 这个课程的需求 这个需求 请孩子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到 中学五年级 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哈 就是你要去学会 五年级的化学和物理 在数学方面呢 孩子们你唯一需要注重的 就是你看一下你的成绩单 然后你的课表里面 这个代码是否是ts或者sn 这个代码 其实你就知道 你是否在学 在往理科或者商科方面 必修的这个数学基础课 这个sn和ts 英语就是science option 或者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这个东西 最保险的方式就是看代码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你的那个课程表的这个 这个编号 你可以这样去确认 你自己有没有收到这个学分 那至于honor science 前面提到的 就是万年也有honors 就是荣誉科学的这个项目 也有荣誉文科的项目 但是他们在录取方面呢 它的流程跟玛丽亚不一样 也就是说在玛丽亚 我们前面讲到 你的你可以在玛丽亚同时申请 就是两个专业 第一和第二志愿 你可以把你的science 就是荣誉科学 说成你的第一志愿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然后你第二志愿 比如说你可以学 你可以想去修商科呀 或者文科呀之类之类的 但是在丸丽呢 它的申请荣誉科学的流程 完全不一样 你一定要先以 就是先以就是 新生的身份 你要先在系统里面申请 一般的就是科学 这个science项目 他没有给你选就是选择 你直接申请honor science这个选项 你只能先去申请science OK 你申请了science之后 你要拿到 晚页给你的 就是理科专业的 录取通知书 你才能够去 再进一步的 就是开始第二轮申请环节 就去申请honors 就是荣誉科学的专业 然后他在荣誉科学的专业的里面 他是有一定的这个 标准成绩要求的 这个要求往年都是 当然就要高于80分 我们前面几年的 就是消息都是 总成绩一定要在85分以上 然后你的数理化成绩 一定要在80分以上 你才能够会被这个 招生官老师就是考虑 因为荣誉的这个专业里面的人数 当然是有限的嘛 所以他不可能就是 你只要过这个分数线 他就会允许你去参加这个项目 他你要去再跟就是老师说明 你为什么想来这个honors专业 或者你为什么就是 你会在这个honors专业 荣誉科学专业里面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学术方面啊 或者研究方面的一些 一些特别的兴趣或者意象 当然因为他这个申请 就是一般的科学和荣誉科学 它是分开来的嘛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申请了外面 只要你第一步过了 这就是你被外面的那个科学专业录取了 就算你申请不上那个荣誉科学专业 那个honors专业 你的正常这个理科专业的这个学位是保留住的 所以你如果想去试一试申请honors专业的话呢 一般在你最基础的录取上面是没有风险的 你不会你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honors专业申请不上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去上外面 没有这样子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如果孩子想转专业 honors的科学专业在不来念 你只有两次机会 一个是在你九月份开学 就是就读预科之前你申请 第二次就是读完science读完理科的第一个 第一个学期之后 你去申请honors荣誉科学专业 你只有这两次机会 学校官方是不允许你 比如说读了一年的理科普通专业 然后再去专honors 这种他们是他们是不会接受你的申请单的 最后商科的申请限数 so商科它因为算是文科的这个规范 它的申请分数每年都不一样 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一个定数 官方网站他们也没有说明 你大概要什么样子的分数底线 我们也只能在这里告诉大家 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当中 商科的分数线会比science稍微低一点点 大概70多分吧 具体多少呢 这个真的要看每年这个起伏 但是很肯定可以告诉大家 商科录取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总平均分的这个分数线要求 他们也会看孩子的数学平均分 就是中学四年级和中学五年级的数学平均分要求 然后因此在这一方面的我们建议学生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第一轮录取的申请的时候呢 你需要就是考虑多方面考虑一下 也是跟辅导老师们跟你的在校老师们跟家长们跟同学们就是多去了解一下 我们也鼓励你再去开放日去看一看 当然不可能去了解到就是2021年冬季就是明年三月份的那个申请的就是分数线 因为这个大家都要等到明年申请结束的时候才能够看清楚 但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大家的这个想法以及以前的这个数据 我们的数据大概是70多分吧 可能就是比科学会低个那么几分这样子 然后在必修课方面呢 申请商科的孩子们就是比较稍微来说 就他们的必修课要求少一点哈 他们不需要中学五年级的化学和物理 他们只需要你的这个数学中学五年级 然后也是一样的孩子们注意这个代码一定是TS或者SN这两个 你在法语学校可能就是NS或者就是SN这样 但这个两个数字这两个字母是不会变的 so至于文科的录取呢也是一样 他们的录取分数线从来不会公开 但是跟商科的是差不多 有可能每年因为起伏的原因会有一些变动 但是现在但是这这些消息呢 我们是觉得在分数线方面 因为每年他的他的分数线会因为申请的 这个学生的实力和他们的平均成绩有起伏 所以最好呢是第一多去了解一下前面几年的情况 但这个情况也无法确保可能明年三月份的申请也是如此 第二我们也是鼓励大家特别是孩子们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多去了解一下你想考虑的院校 去一下他们的开放日 然后多跟身边的辅导老师们 多跟身边的同学们 然后以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也是跟蓝聂多了解一下 这个各大专业的申请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可能到了到了开放日那一天 蓝聂就会应该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关于今年疫情在成绩上有什么样子的 有什么样子的具体的方式 那现在呢我想邀请正好是九点 我想邀请今天我们请来的几位小嘉宾 给大家从一个学生或者校友的这个角度 去分享一下蓝聂的学习他们的求学之路 我们机构在蒙特利尔开办这么多年下来 也是帮助了很多学生在升学 在学习辅导各科辅导上 甚至在学习规划上有一定的参与 所以我们也一直见到了一些学生 从魁省走出去去安省去美国 也是在整个路程上面呢 看见了很多 也是帮助学生们分析 每一个路线的这个利和弊 今天晚上也是很有幸 请到一些在现在在安省读书的 以前在来念读计算机 或者读数学的学生们 给大家介绍分享 我们也下来先邀请一下 这边第一位嘉宾 so 现在我不知道你到了没到 Becky are you here? Yes, I'm here OK Hi,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这位学生 Becky 她是我多年的一个 多年的学生了 现在呢 她也是在安省就读计算机专业 以前她也是从晚业出去毕业的 也想让她先给大家介绍 以过来人的这个视角 看一下就读计算机专业 对于以后的这个学习发展 各方面有什么样子的情况 Becky, the floor is you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here tonight You are welcome 大家晚上好 我叫Becky 现在在安省读大学 今天晚上很用心来到这里 分享一下 我从Vanny进入大学的一些经历 就是我一些个人的体会和感受 首先我觉得呢 Vanny提供的课程 其实都挺实用的 有机会学到不少的编程语言啊 有很多练习写代码的机会啊 这会为之后在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然后也有很多 实用性很强的小组作业 我记得当年有一门课 我们的老师就让我们模拟 与客户沟通的真实场景 就老师会教我们写专业的提案啊 如何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啊 在项目开展前 如何收集一下最重要的信息 例如什么用户需求 用户使用场景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 要提前收集的信息 还有学习用前年的项目管理软件 去安排项目进度呀 与客户进行每周例会 提供项目更新 记录客户反馈等等 那这个项目在我之后实习时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它锻炼了我一些合作能力 适应能力 时间管理能力 这些都其实挺重要的 就是但是大学里面 它可能不会教你这些 但是在Vanley 这个项目就 给我了这种机会去 接受了这种Explosure 这种曝光 曝光 就是提前的经验 对 对 Since when do you have to have my help for Chinese Go ahead OK 那还有一些别的课程 例如是数据库啊 还有 教我们用 编写安卓软件啊 这些项目也都可以写入 你的简历里 我都写上我的简历上 这都会对找工作什么的很有帮助 如果你的课上有一些很好的项目的话 那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挺有趣 就是 预科里你会将大学大部分的数学课都包含了 就等于就是说 微积分一啊 微积分二啊 线性代数啊 这些基础课都上了 这样一来你就完成大部分 大学大部分的数学前置课 很多数学和科学课都可以直接转学分 当时我就是转了学分 然后我觉得挺好 剩下了几千块学费 挺划算的 对啊 不错 嗯 然后我想 你说 你有问题吗 没有你先说 你先说 因为我在看大家的问题 有一些就是也可以我来问一下你 对 你说你说 嗯 好好好 然后除了数学课 科学课 还有一些计算机科学相关的课程学分 也可以转为大学学分 那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规定 我当时就没有转 到这些课 但是转了数学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之后就是分享一下 我进入大学的一些感受 那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呢 我发现身边没有基础 编程基础的同学呢 学习其实还挺吃力的 就刚入学会面临一个相对痛苦的阶段 我觉得 但是因为我呢 相对其他人有了预科的经验 就可以比较快地融入大学生活 除此之外呢 对一些对计算机从小培养兴趣啊 并且有相关背景知识的同学 在上课和与教授面 学生就是教授与学生面谈的时间的时候 就很可以更好的展现自己 对吧 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些知识啊背景啊 去建立这个谈话 那如果 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知识的话 其实就是在成绩啊上课 接受程度上都会比较吃贵 那以上就是我想要分享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我有几个问题 就是我先好奇 我先问你一下 就是啊 因为大家都在就是就传沸沸扬扬 那个大学里面可能就是 大一到大二或大二到大三 这个淘汰率很大 你的计算机专业 应该应该在大学里面算要求挺高的 你觉得就是 你看到身边的 就你的那个 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同班同学 或同系同学当中 嗯 你们的就是淘汰率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我觉得是 嗯 其实就是 那个淘汰率 还不如说是就是很多同学觉得太难了 就放弃了 就是自己转专业啊 drop了这样子 就我反正我大学是 就大多数 嗯 也有听说就很多同学拿到了就是 warning啊 就是说你成绩太差了 就只只必须你只能 呃 修几门课不能超过 因为你学分不够 呃你的呃 那个叫GPA不够 所以说你只能修几门课 不会让你修超过三门课以上 如果你的GPA比较低的话 OK OK 那下来也加上了一个问题 呃 特别是大一大一大二的课啊 那都是 一百多个学生啊 老师和有助教 其实 你 其实他们时间都很少 你也不能问他们 其实很多时候你是自学 但是在 预科里面 你就呃 呃一个班上可能就十几二十 就是等等 就比较小的同学 你都可以去直接问老师啊 而且我觉得老师都挺好 很很愿意 很有耐心的 就是回答你的问题之类的 嗯哼 OK 所以就是你其实像很多那个 进入计算机本科专业的时候 你也是很多同班同学 也是有一定的计算机的 就是编程基础的 对吧 所以有可能就是说 在大学里面读计算机 感觉自己可能比较难的学生是 相对来讲 他们的计算机 就是基础知识 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吗 对对 就是这样子的 OK OK 所以也就是说 呃 在玩涅 你有没有发现 你当时在玩涅读的时候 就是在玩涅跟你读 预科的那些孩子们 他们有没有计算机的经验 还是编程经验呢 还是像你一样 呃 我觉得其实大多数人 都是有编程兴趣的 我当时我其实老实说 并不是出发点 不是因为我有这个兴趣学 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很有用 所以我选了这个专业 那但是其实很多 就是别的同学啊 他们其实是 呃 从小就对这个感兴趣 所以说他们了解很多 对一直就是关注的这些科技啊 什么的 嗯 OK 所以当你就 你进去的时候 应该是你就是没有占优势 因为别人都是有经验 自己做过代码的 然后自己编过东西的 但是就是 去大学的话 也会有一定的人是有经验 但也有一定的人是 就是还是从零开始 或者之前没有太多的变成经验 但是如果有 就是你是觉得好像 因为前面在 在曼聂学过有基础 那去大学就稍微 以后我就变得有经验了 对 你就是一样子的 OK 换了 换了 我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因为曼聂一直有这种project 就是这种项目嘛 让孩子去接触一些 就是实际的东西 有没有记得 你在那些像做那个项目 去面对客户的时候 有没有学到任何 比如说在课上 学不到的东西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觉得就是 锻炼了我的一个沟通能力 我觉得就是这个沟通能力 还有就是怎么合作 时间管理 你安排一些事情 你要去收集一些信息 记录这些信息 其实都是 其实怎么去跟客户沟通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而且是学校学不到的 所以说 这一点我觉得 还挺好的 就是他给了我们 这么一个机会去 提前掌握了这些 学校的 不会教的经验 然后可能有些 有些学校 他可能大一就已经有实习 那那个时候 你根本就不可能 得到这些经历 那你现在有了这个课 就有了这些经验 OK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稍微一分钟 有一个学生想问 你是直接申请大学的 二年级吗 不能这样说的 因为其实它是 其实大学嘛 你选什么课 虽然说有一些课 是有前置课 有些课没有 可以直接选 但是其实总的来说 就是你上满学分了 就可以毕业 你能选什么课 不能选什么课 就是按照那个课 你已经有没有前置课的要求 你的GPA够不够 并不是什么大 就是你可能说理论上 如果你很多大一的课 你都已经修过 你转了学分 那你就是理论上大二的学生 这样回答了您的问题了吗 Yeah OK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我们占用很多时间 你还要去考试 哎呀 好可怕 不客气 不客气 希望能帮到你们 好 谢谢 So thank you so much So下一位学生 我请的是在 来年读 计算机的硬件工程的学生 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在计算机专业方面呢 他们有软件编程代码 和硬件的这个 这个方面的不同点 然后这个孩子 你想今天晚上 欢迎他过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自己在晚语的这个经历吧 Hi You here? Yes I can 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night Why don't you introduce yourself And then the floors are yours OK Thanks 中文讲 大家晚上好 我叫加特林 然后我是 晚语的一名 在读学生 然后学的是 计算机工程 但是可能偏向更多硬件一点 然后像刚才 Backy讲到的那些 我们关于项目制作 然后我其实是深有体会的 因为我们每个学期的专业课 然后每一门课都会 要求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项目 然后老师会给我们这些要求 然后我们要自己去收集资料 然后制定计划 然后去写一些文件 然后去给老师 就相当于我们的客户 去展示我们如何要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去实现 然后我们要去学习这些专业软件的一些应用 还有设计 然后还有关于比较 还有关于钱的这些花销上面 也是要去进行去列清单 然后再去购买 这些都是我们在一般学校里可能 比较被忽略到的东西 当我们去公司去工作呀 这些方面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去读硬件的话 我的理解当中硬件它动手啊 还有对材料的要求都很高 你们学校里面的program这个专业 有否给到你们就是相当多的 这方面的就是资源 像各种各样的电板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工具 都是有的 然后我们其实比如说市面上 见到你比如说3D打印啊 或者是电路板的那个制作的 我们都有自己的仪器 然后就算电路板的电子器件的焊接什么 我们都有自己的东西去 给每个学生有机会去做 因为我们是小班制度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分到很多的这些资源去进行制作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那个仓库 也就可以说单独的房间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你比如说那些电子器件呀 然后还有一些电路板 甚至显示器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芯片 我们都是有的 OK 甚至我们还有专门的一间屋子 就是给我们存放就是我们这些项目 因为项目比如说零件比较多 然后学生可能不太方便带 你要放在学校的话也会可能容易被损坏 所以我们有单独一间屋子 每个人有一个小的locker去存放这些东西 OK 两个问题 你前面提到你们是小班教学 你们系里面大概每个班多少个人 我们可能就是一年的话有十个人到十二个人左右 一个班里头 OK 那还是非常小的 OK 所以你们一般做就是 到第三年的话可能会更少一些 OK OK 然后在那个做这些项目和包括这些就是硬件当中的话 如果有这么多的上手机会 我还想就是问的这些上手机会你们那个一边在学一边在玩用 有老师在旁边指点你们吧 有 肯定是有的 OK 那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呢 就是 就是 你先说 你先说 就是我想问什么的一个流程 就比如说一般来说用这些hardware是老师先上课给你们讲 还是比如说都是那种实验课 然后你们直接进去就是在上面有老师帮你们就是演示 怎么去用这些机械 比如说一些安全措施啊 或者就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也不是做硬件的 so 我只会看见一个电板 但是如果去操作的话 我想你们学校应该有专业的就是老师去帮你们去教这些操作细节吧 是 是的 然后我们有理问课先去学习这个东西 从最基础的介绍呀 到它的data sheet 也就是它的那个数据 数据表 然后介绍它的每一个功能 或者是每一个接口 是如何去使用呢 嗯 然后再到实验课的话 我们动手每个人有样的东西去进行操作 嗯哼 OK 然后老师也会在旁边一定相信的指导吧 嗯哼 然后你前面也提到你们那些工具 还有设备都是你们系都有的 这个是你们系专门给你们设备 就是储备好的 还是说整个学校 你们就是整个文业学校通用这些东西 呃我们专业可能用的是更专业一些的 这些东西是给我们专门使用 哦 但是我们学校也有另一个 另一个呃方式给大家都有机会去尝试 是叫stamp center 嗯哼 OK 说到stamp center 就是也想就是顺便也问你一下 因为stamp center在在那个 万里也算是蛮有名的吧 啊 stamp center里面大概就是 这是任何系的学生 任何专业学生都可以进去 就是了解啊 或者学习或者参加项目的 对吧 对都是可以的 OK 那你们也会有一些的互相交流啊 或者怎么样的 还是说你们系一般都不去那里 呃我们一般去的比较少 然后 但是那里我所见到的就是他们也是很专业的 有自己的单单独的设备 然后还有房间去给大家去交流和展示 OK OK so 才还有几个家长的问题 顺便问一下你 一个是 嗯 晚年学习计算机时开始就要分学软件还是硬件吗 学了之后可否再互相换专业 呃我的专业就是软硬件都学的 呀 就是你 嗯哼 这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什么都要学 因为你好像如果学硬件操作 你必须要学会软件这个代码 或者c language之类的才能去做这个硬件 right 是的 因为你比如说像电脑的东西 它软件的操控都是来自于硬件吗 嗯哼 OK 然后第二个专业 你的专业片硬件 英文也是computer science吗 是computer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yeah 然后最后这个硬件学习需要三年才能完成吗 呃 是三年的 就是专业性更强一些 所以是三年完成 OK 但是下来你可以还是去就读本科学业的 right 是的 是的 OK 学分也是可以转的 OK thank you so 有一点没有时间 因为还有Eva在后面等 呃 不好意思 请那个举手的家长 如果方便的话呢 直接给我们 呃 就是在那个聊天记录里面 呃 打您的呃 打您的问题 然后我们有呃 尽量一一的回答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如果你有一点空 能否就稍微留下来一点 我下来可能 我们一晚上有些家长的问题 下来要是解答的话 可能还需要您 建议吗 谢谢 谢谢 so最后我想邀请一下那个Eva Eva是 她的故事比较特殊 我们当时给她辅导的时候呢 Eva是在 呃 Vanidu的 commerce 呃 就是social science 那个文科系的专业 然后她现在是去了 呃 去了安省滑铁炉读数学 嗯 so Eva你还 你到了吗 等我 哈喽 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 so 我想跟你就是 你稍微介绍一下 你在玩语的情况 然后你读的专业 然后可能就是我们也想 很了解的就是呃 从玩语商科或者文科出去 怎么能够转到数学 这样的专业 然后滑铁炉数学 相对来说 怎么评价 ok ok 那哈喽 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Eva 然后我现在是在 滑铁炉大学的数学系 读精算专业 然后我的话是 Sec5来到 蒙特利尔 然后生 读了一年之后 申请了大学 但是呢 就是我在 呃 我进入CJAP之前 我是因为学签的问题 晚了一个学期上学 然后我进了 进玩语的专业是 Commerce 就刚前面 张老师也介绍过 就我们学校social science 有很多的 不同的专业的分类 这样子 然后我 我选的是Commerce 然后就是 在玩语里面的话 可能我就是 比较想介绍一下说 整体的 我自己上下来的感受吧 作为一个social science 学生 然后就是 因为刚才前面 张老师也提到过 就是我们的话 要上 要必须要上呢 是心理学的 和一节西方历史的课 同时呢 因为作为Commerce的学生 我们也要上 就是三门数学课 就是微积分的一和二 还有是线性代数 那么因为我 我正好运气特别好 我微积分一的那个老师 他是一个人特别好的人 加上他会 就比较英才师教吧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 上的是AP课程的嘛 我在他的班里面 就还比较上 就成绩比较好 那么他就会给你一些 比较难的一些题目 他或者就是可能会 单独给你一些题 让你去做这样子 就同时 他可能激发了 我对学数学的兴趣 然后就如果是拿文业 和我高中对比一下的话 那么首先是 学业肯定是会更加繁忙 加上我在高中上的是 science 但是在文业上的是文科 就两方面侧重点 会不太一样 在文科的话 他们很多课程的最后 final都会以 asset的形式出现 那么刚刚 因为我也是国际生 那么英语也不是很好 刚才就 就特别感谢张老师 也是在我 就是刚进到 文业的时候 在他那边找到了 几位比较好的老师 这样能帮我 就是改一改 改一改我的asset 或者是教你整体的 就是怎么样能够 拿到一个更高的分数吧 同时也就是 也是他那边的补习 帮助我最后 申请进了滑铁卢 因为滑铁卢数学系 他不仅看的是数学成绩 同时他也会 要看你的英语成绩 以及你的综合成绩 那就作为文业的 我作为在文业 读了四个学期的学生来说的话 我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 大部分还是比较友善的 同时他们也会有 自己的office hour 就是你比方说 课上有些题目 你没有弄懂的话 你可以在他们特定的 那个办公时间去找他 然后老师也会很耐心的 给你讲解这样子 同时呢 我会感觉说 我们同学之间的 这个学习氛围 还是挺好的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 就是一起复习考试啊 或者一起同学之间讨论这样子 但是呢 我不得不提 就是在玩页的时候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他是属于 他是属于那种就是 因为他是一个英语老师嘛 他是那种就是 如果你写asset 然后你不按照他 觉得对的的那个点 去写的话 你的分数就会很差 就不管你怎么跟他去 argue 你的分数就永远那么低 除非你就是 就是跟着他的思路走 所以说我建议就是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认识一点 在校的学长学姐们 向他们咨询一下 哪些老师会更加 对路子一点吧 或者就是 或者在网上对这些 将来要选的prof 多做个研究之类的 然后 OK 你说你说 OK 然后就是 我现在因为人在 滑铁卢大学 我可能就是想把 文业学的跟滑铁卢的 就就单纯数学课 这方面做一个对比吧 那么首先就是 因为我在文业读的 数学课 都是social science的 数学课 就是他们会比 science的课 再简单一点 所以说到了大学之后 这方面对我来说 其实有点挑战吧 但是也就是 但是其实适应了就还好 适应了就还好 对 你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才适应这个文科转理 转数学科这个过程 就是我其实刚开始 第一节课 因为在滑铁卢的话 我们上来 上一轮先不教你数学 先教你证明数学 好吧 可以 第一学期 其实那一门课 全都是证明题 就是教你各种 不同的证明方法 然后那一门课 我学的要崩溃了 因为就是包括像 像万业的话 它可能比方说 学现行代数 它是比较注重计算方面 但是在滑铁卢的话 我们会比较注重证明方面 就计算只是一个辅助而已 就很多题目 你可能数字都见不到 就只是文字描述这样子 哇 OK 所以那就是在那个 万业数学班高中的时候 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学习方式 是吧 没有 因为就是我包括我了解到 可能science的话 他们会学的内容 比我们更多一点 但是也不是这么特别深入的 涉及到证明方面 这是就属于CJEP和 university的数学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吧 OK OK 在教学在那个 回到Vanier for a second here 就是在商科里面 你有没有就是 查觉过就是在数学课上 或者在文科课上 跟前面高中的学习方法 或者内容那个考试的方法 会有很多不同点 会有就是说 像我觉得文科的课程 会更加明显一点 就是文科的话 你会有就是大量的阅读 然后你需要去 像我们有 有记得友谊学期 我们psychology 就是心理学的最后的 那占比比较重的那一部分 是一篇大essay 就是你需要自己去 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啊 然后你再把它总结出来 这种是在高中里面 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嗯 OK 然后那个东西 大概有多长啊 你那一份essay 你那份大论文 那一份大essay 其实就750字吧 我记得是 哦 OK 我还记得是 我们有一门课 是叫research method 就是那节课 其实是一节 就是social science的必修课 然后那节课的话 它是要你自己去 从规划一个选题 到你自己去真的做调查 去往先 先是网上找资料 跟你这个topic有关的 然后你要自己去做survey 或者各种不同的方式 收集数据 然后你要分析数据 最后出一个大报告 那一份报告 我记得是20多页 总共就 你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完成 OK 然后老师会把它分成 一步一步小的 这个步骤 帮你去完成 OK 那就还可以 是的 那就还可以 20也能一下子写完 但它有点压力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so下来我们已经 这么久了 没有答 就是很多大人的问题 如果你还有空的话 Eva 你能不能跟那个 杰伦一起 就是陪我几分钟 我们能够答的 我们都就是把它 把它跟大家解答一下 OK 好的 谢谢 首先说 OK 所以第一个我要纠正一下 这个是我没有说 对 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 Health Science和那个 Peer Apply Science 在Vanier都需要修三门物理课 他们分别是力学 电学和磁学 我记得 然后这个三门就是 前面我写的是两门 其实是三门 这一点我要纠正一下 细细有人提醒 然后至于 疫情时间的招生操作呢 我们前面稍微的解答了一点 当然这个消息 也只不过是暂时的 这个大家在教育局讨论的消息 具体怎么样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开放日 多去看一下 蓝念官方会有什么样子的宣布 至于Pathway Transition课程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 是这样子的 我先导一下前面 关于那个Pathway的课程 介绍 So Pathway课程 Transition课程呢 是要求已经在完 就是它是适合完成 一年CGEP学生的 就是学员才可以申请 也就是说 一般孩子我们建议申请的都是 你就读 比如说现在 你刚刚从就是蓝念就读开始 你的第一个学期 大概有了一大半 已经过去了吧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去准备申请了 然后早一点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 然后根据你的下来的意向 各方面呢 把这个Pathway Transition Program 申请完事 如果是Perequisite 你一般春天都可以申请 Pathway也是的 春天或者夏季 就可以开始申请 下一个问题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才可以直接在预读科后 直接申请法学医学 这个问题非常好 具体真的要看你申请哪个学校 因为很多像蒙大 麦大哥方面都是不同的 这个可能今天晚上 我们主讲的是 蓝念这个问题 如果家长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先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我们可以线下给您 再去详解这个环节事情 如果大学想读 法律专业在C社 显示Social Science 可能怎么样 再讲一遍 Social Science在晚年 因为是公校的原因 它没有公开 每一年特定的分数线 这个分数线往年 我们也只能说在 70多分左右 但是如果大学想读 法学专业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看见了很多学生 Social Science 是一门可以走的路 商学院也可以 然后文理商科也可以 甚至理科都可以 主要是看个人的 这个经历啊 成绩啊 活动经验啊 还有文书多方面 才能够去真正去 看懂这个学生是否 就是能够从预科毕业之后 成功申请法学院 是 网页网页录取 而收分情况 我不是很懂这个问题 下来可以介绍一下 Social Science 跟Law和Society 这个专专业 这个专业的特色课程呢 就是很多是根据哲学 还有历史和那个法律进行的 也就是说这个 法律和Society专业 它的主要面对的 就是面向的学生呢 是对于社会学 或者法律学习 以后会有很浓的兴趣 这个专业里面 经常唯有就是 Fundamentals of Law 就是法学基础 或者就是西方历史基础 哲学基础等等等等 然后当然这个专业里面的 选修课程也是很多 我可以下来给您看一下 那个专业的那个特色介绍 能不能介绍一下 西岛John Abbott 或者马莲安的特别优势 我们没有介绍John Abbott 不好意思 我们也不是特别能够 给一个准确答案 就是丰业和Marianopoulos的 个人优势 其实就很复杂 要看的考虑点也是太多了 我觉得大部分来讲吧 就是他们的优势必识 也就是说教学的风格 在校的老师的那个 教学理念教学经验 然后他们的课程介绍等等 如果您感兴趣 这位家长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上星期给专门介绍 Marianopoulos的讲座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我们可以私下里聊一下 至于Nursing和玩业等 横向对比一下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讲Dawson 可能下来会有其他的机构 讲解Dawson吧 至于玩业的护理Nursing专业呢 我个人知道的信息就是 他们的很多老师都是 卖大的那个护理专业的 就是教授毕业出来的 所以他们的那个教学经验 各方面还是非常认可的 并且晚业的就是他的风格 他的特色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特后实习见习的机会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对于很多 就是医学方面的这个应用 还有临床方面的专业 其实特别有价值感的 对于学习IGCSE招生材料 和招生有什么区别 那是肯定有区别的 IGCSE它那个招生的分数的话呢 学生你就不会跟任何的 魁省以内的学生相提并论了 那你的申请就是分数线 和你的那个平均分的标准方式 那就跟当地孩子不一样 招生的那个材料也是 最基础的一些要求 我不知道你具体在哪里 具体要求当然也是要根据你的 所在就是国家或在地区的学校 来去具体分配 当然一般情况下都是最基础的 就是个人材料 你的学校介绍成绩单等等等等 有些也要看你的专业 有可能你要去给一些文书 公立的大专都会有如此计算成绩吗 公立的大专计算成绩 您说的应该是我前面介绍的 那个SRAMSRAM的那个介绍方式 这个记录成绩的方式 是SRAM系统的记录 我也不觉得这个大专就是全部的预科吧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注冻的还是完面 完面学校它是用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那个计算方式 IDMIP是JBSL这种训练的ID课程吗 我的记忆当中应该是的 您指的应该是JB比如说 中学一到五年级的那个ID课程专业吧 那个应该是IDMIP 如果是JB的那个CSHEP ID课程 那就不是一回事了 这个80指的是高中审考成绩 80指的是省教育局7月份 给予学生家长单独发的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一份成绩单 这一份成绩单 这个是他们到时候SRAM系统的标准 然后学的理科可以转文科吗 当然可以 学理科转文科比较的容易一点 但是学文科转理科 可能就会拿一些需要的必修课程 会更加多一些 总平均分是哪些的科目 总平均分的意思就是 你全部学习的课程 按照你的学分比重 按照那个平均分的这个分数线 按照跟你同龄的这个学生的成绩情况 来去计算的这个平均分数 这个分数不是单纯 这个平均分不是单纯的 就是你的主科学业 是你全部成绩在他们的分数 按照SRAM系统的计算方式 来进行的平均分计算方式 我们的课会介绍多少学校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场介绍Venie 前面我们介绍过马里安 也是在论坛的那个YouTube频道上面 您可以去观看 如果Venie和John Abbott 只能选一个申请的话 如果第一个申请John Abbott失败 可以在第二轮申请该Venie 当然可以 我可以带Becky读一下 她以前是我们的学生 So Becky前面是在Venie读了两年 然后去安省的 然后至于她安省就是读了几年 这样子算是这样子的 就是她读的那个 她当时转去安省的大学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专门去说我们要报大学一 或大学二年级 我们是报那个学校那个专业 然后我们当时给Becky的意思就是 因为她当时转校的时候 学分方面呢 是你要先拿到学校的offer 然后你再去根据你在Venie的这个 已学完的学分 跟大学进行交流 然后大学 我们的经验当中 就是有些时候 如果你不去推一推大学 去跟他们去好好谈的话 他们可能转学分 我转给你一两个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时是代表学生 去跟晚夜进行 去跟大学进行交流 然后把它 就是一般我们会给学生 就是绝大 就是最大的可能性 转最好 转最多的学分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学生 最好能够在申请大学之前 就先看一看 设计一下 规划一下 整个大学的就是选课流程 和预科的选课流程 推一下嘛 这样子 这样对你加来以后 如果想去安省读大学 或者去哪里大学 可能你的准备工作 更加充分一些 如果孩子们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下来 那个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 这方面的细聊 英语C-SYP考大学 需要雅思吗 这个要看几个因素 简单来讲是与不是 如果这个学生 在申请大学之前 有过三年半到四年的 full time 就是全职英语学习的经验 他不需要考雅思 直接可以进 就是直接可以搞 任何的英语学校 包括麦达多达等等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以前也 接过不少的案例 就是学生没有满足 这个四年的要求 但是通过其他种方式 其他种就是跟大学交流的方式 以及通过他其他的成绩 我们也可以说服大学 就是免他雅思或者托福考试 高中11次 国内高中11年级刚读完 尚无高中毕业证书 可以申请反应吗 可以的 就是高中毕业证书 是你毕业之后 你才学校他给你吗 这个是一般暑假才有 对国内的不是很熟 那就像当地的申请学生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的呢 是先申请这个学校 你要先证明你的年龄 你的就是 你的那些背景成绩 当然各方面的知识 并且你要达到 Vanier对于就是 你在学校的这个要求 或者你所在国家的这个要求 他才能够去考虑你的情况 在你申请的时候 你没有 你没有那个录取同志书 没有 不是 你没有那个毕业证书 没有学生在申请Vanier的时候 就有了高中毕业证书 所以这些课程 如果有更多的需求 我们可以线下里面再聊一下 就是出一个这方面的方案 前面 MP的是没有专门设计计算机 和编程课程 这是Vanier的特色 对吗 其他预科学校也没有设置 So 我只能够讲一讲 那个 Marinopheles和Vanier 是这样子的 Vanier有专门的计算机专业 也就是说他专门有这个专业课程 培养你在这个专业范围里面做到最好 而马利安 Marinopheles没有计算机专业 但他有计算机课程 就是这个课程内容各方面会有一点不同 So 这也是要看孩子 就是我们建议你跟孩子稍微那个 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并且呢 我们也可以给您再进一步的去分析 两个学校在计算机方面的利和弊 也不是说 一定要去完念 只不过呢 完念他是专门有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专业课程流程的 所以在这个规划方面和专业方面 可能跟那个MP有一点点不一样 So 下来 魁省同学 实际申请安省大学的二年级计算机专业 是否大学预备的录取名额非常少 这个不是的 So 这个是经常有人会就是以为可能是这样子 So 当然这个也要看安省是到底是哪一所大学 或者甚至细微到安省的某一所大学的某一个院校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没有这个话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安省的名校 他们的录取竞争都是很激烈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名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只不过是学生个人 呃 蓝业学计算机 呃 如果去读安省计算机 能够两年去毕业 还是直接三年 Galen你还在吗 你那个专业是否就是两年可以读完 还是必须要三年 如果你还在的话 不在的话 呃不好意思 这个家长您的问题可能孩子现在 没有在场答疑 我们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然后我们下来再给您回答这个问题 啊 下来一个问题是请问中学数学CST 有没有可以申请专业 这个我没有放在这个PPT里面 不好意思 so 如果中学生学生的这个数学是读的CST 啊 就他没有读那个San或者ST的话呢 这个学生可以在预科的时候申请文科专业 就是任何的social science 但是不能申请商科 因为商科有专门的那个数学San的要求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学五年级 读的是CST CST数学 这个代码孩子们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嗯 那个代码关系 呃 那个课程呢 一般来说在CShop 在版面你可以申请任何的就是 嗯 social science专业 比如说social science law and society啊 之类的专业 嗯 但是你不可以申请就是理科或者那个商科 但是我们前面也讲到 版面有专门的桥梁课程设置 如果你没有相应的理科就是预备课的这个学分的话呢 你可以在版面先读那些 然后再再去申请你想进的专业 啊 所以请问您成功申请华铁读大学的数学专业是因为预科成绩优秀 还是因为文书中表达你这数学的喜爱 Eva你还在吗 哦 我在 这个 你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好像两个都挺重要的 对对 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 因为你不可能说 你申请上华铁卢的数学专业 你只是因为你文书 你把文书吹上天了 成绩不到家 他还是不会录取你 但是因为我们华铁卢的话 他是入学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AIF叫做Additional Information Form 就是你要写你自己的 比方说你对于数学的可能一件在你人生中发生的事啊 这种就表达一下你对数学的这种喜爱 包括他在你的学业过程中所扮演的一个地位这样子 但是这一份的话 这一份东西一定要好好写 但是就是不能说 就可能他可能跟成绩算是三期开 这一份文书算是百分之三十这样子 所以说就两部分都很重要了 那也就是我顺便加一句 就是文书方面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机构也经常会有学生 就是每年去申请华铁卢像EVA一样 我们的经验当中呢 就是当然成绩它是华铁卢有一定的硬要求了 文书也是不能代卖 我们也见过有些学生就是成绩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在马利安自己申请可能就会有三十三十五三十六 这样的R score 但是文书上他们就觉得好像我也不知道应该写什么 也会出现这样子的文书情况 导致成绩好的学生也没有被华铁卢录取 这真的就是因为华铁卢的整个大学流程 它的录取分数各方面比较的特殊 我们也没有就是说一定可能就是有一个公式 那个数学占多少或者文书占多少比例这样子的 谢谢EVA 下一个finance accounting是文科还是理科 如果是在Vanier的话 它是finance accounting 我记得是一个那个三年的career专业 一般精算的学生是science学生吗 我觉得您应该指的是大学是否是读精算吧 精算在大学就要看大学了 有些大学把精算规划于商科专业 有些把它规划于那个 规划于那个理科专业 但是读精算 如果大学想读精算的话呢 这个课程设置一样的就是 你要看你最就是要申请哪个大学 然后根据那个大学的课程介绍 你再可以去反推 你在C站应该干什么 如果你想就是你 如果家长想进一步的了解我们 麻烦您就是先扫我们的二维码 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跟您分析 计算机和数学的毕业生本科去哪些大学 这个就是计算机专业的去向 这个东西您可以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大家去就这个公开日 我再放一下哈 这个其实孩子们 我经常是力推这个机会 第一请大家去公开日看一看 第二 丸业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叫Student for a Day 这个就是你在网上 今年一样可以去 以学生的身份 去体验一下这个专业 课程 老师各方面的情况 我为什么提这个 是因为每年的去向呢 这个是你要跟丸业自己的 那个规划老师去谈 大概据我了解 丸业的很多就是毕业生 他们都会选择留在魁省 然后有些学生呢 会直接从那个两年的 Pre-University 就是两年的计算机专业 毕业出去之后去往安省 或者去往其他的省份 但绝大多数孩子们 都会在这两个省份大学里面选择 他们的本科专业 一般都是在于本科的那个 Computer Science 或者Software Engineering Hardware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这些专业里面去 去选择 当然这个里面 也有太多的划分 因为每个大学 对于这些专业的要求 他们的背景啊 就是设程课制各方面 都课程设置各方面 都不一样 So这个还是要看个人的 关于学费的话呢 您可以直接在那个 展业的官方网站上 看一看他们每年的 官方学费要求是多少 他们一般都是按照 就是功效 他们是按照学分 就是课时来算的 就比如说你这个学分 比如说战有八分 或者六分的话 那它是按照这个学分比例来算 你的学分分数是多少 另外 how is the R-score affected by Vanier or Marionopoulos So there's a couple of myths about R-scores I should tell you First of all R-scores are no longer as affected since the reform by the by the school that you attend So before the reform we're talking about prior to 2018 R-scores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the school that you attend because of the way that it was calculated Now the same R-score has now a different calculation with a different equation The specific equation is incredibly complicated Therefore you know statisticians and professionals But long story short The new R-score reform prevents a drastic difference in the same program if you attend Vanier for example versus if you attend Champlain or you know Marionopoulos or any other school I hope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然后 教育局成绩单 是指中四 还是中五 教育局成绩单 是中学四年级 中学五年级 都会发 那个学生 读了一年 还是去两年 多伦多大学 那个学生 是读了两年的Vanier 然后过去的 然后 中学四年级 数学课 怎么学习理科 理科代码 就是S3和TS 这两个代码 记住就OK了 然后 请问 华铁罗应该 你的图片 哪个微信 两个都OK 但你可以发 中间这一个 就是浅蓝色的 这个是我们的 规划咨询微信 就可以您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 业绩要求 如果 请C在录取时 对国际生 和本地生 要求一样吗 功效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 外面是功效 他们需要 先给 广大的 本地生服务 也就是说 他们的录取 要求各方面 当然每年 它的浮动 是不一样的嘛 但是总体来讲 优先永远是 当地学生 然后再是 国际学生 然后毕业 读大学的比例 我记得 丸涅的数据 近几年来是 90%的毕业生 都可以前往 他们的第一志愿大学 具体就是 多少学生 去什么专业 这个我正还背不出来 但是您可以 如果您要是 有感兴趣 我们可以帮您 就是准备一下 我记得是 就是丸涅每年的 就是他们每年 就读学生 的是4000多名 然后有2000多名 以外的学生 是就是 我们叫它 continuing education 就是已经成人的学生 想回来 重新再读一个专业 所以我们先看的是 这个4000 就是预备 预科的这个 4000多名学生里面 他们的去向的 这个数据表 应该是每年 反正有内部消息 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 我大概背不出来 到底是多少 sorry 哦 还有几分钟 叫结束了 sorry sorry 然后3月1号 会对中四成绩单 加上中五成绩 是这样子的 这个家长的 那个成绩的问题 是这样子的 因为今年 因为有疫情的原因 所以呢 很多预科都在 就是跟教育局商量 今年的录取 可否就是 以其他的方式 就是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往年 就除了疫情之外 一般的情况之下呢 录取都是 3月1号之前 申请是中学的 四年级的成绩 包括中学五年级的 第一阶段的成绩 这个是事实 但是今年因为情况特殊 我们也只能先告诉大家 教育局在讨论这个事情 大概思路是什么 最终的情况呢 请大家关注 完页的官方公开日 去了解他们的录取标准 最后一个问题吧 在回省读中学的国际生 也会分别对待吗 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在录取的时候呢 就是你在申请的时候呢 如果你在当地读书 你的成绩就可以跟当地的孩子 相提并论 但是尽管如此 因为你的身份 你还会就是 他还会就是让本地 升线优先 对 so anyway 我今天晚上也是 哇还有五分钟 我们就关闭就关闭 我们这个会议叫关闭了 so 暂时好像也没有大家 其他的各位的问题 Eva 谢谢你今天晚上加入我们 也谢谢各位小嘉宾 今天晚上腾出时间 来帮我解答这些 解答家长们的问题 也谢谢你们 今天晚上分享 自己的求学经历 我们今天也讲座到此 也能够收场 也能够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 其他的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 就是加我们的微信 我们也进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 跟大家分析讲解 然后最后一点 孩子们 一定最好今年 去一下公开日 去一下这个 student for a day 这两个经验 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 收获很多收获 然后这两个经验呢 就是开放日 它是11月7号到13号 也就是任何一天 你都可以去网上看一下 他们的开放日介绍 然后也可以问一下 老师这些问题 至于student for a day 这个经历 我实在是要鼓励学生们 如果有时间 有这个机会 一定去申请参加 你看你真的是可以 亲身体验一下 一天哦 晚夜上课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老师们讲什么 在读学生是什么模样的 这些东西 这些呢 student for a day 暂时是按照 就是个人注册 我把官网这个链接 发给大家 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暂时他没有公开 是哪一天 然后我们前面有介绍 学生过去都是 直接跟他们联系 然后把一个位置 先预定下来 也鼓励大家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有机会一定去参加 体验一下 如果大家下来有任何其他的 关于升学 关于预科的任何的问题 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 进一步的去了解 也是今天晚上 特别特别的感谢 蒙城教育成长论坛 给我们带来这个平台 和这个机会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孩子们 想就是进一步的了解学校呢 我们这个PPT里面下来 会直接送传到YouTube 然后我们也会有今天晚上 讲座的回顾内容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花这么多时间 你两个半小时了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能够抽出时间 来跟我们了解 可以我们现在 今天晚上先 那个先在这里 讲座结束 谢谢大家 参与 晚安 谢谢 这个体验一天的内容 只有晚夜 其他学校也有的 都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谢谢 我们还有 后续还有讲座吗 我们机构会下来 有更多的 就是讲座分析 包括大学之类的了解 今天在这个 跟蒙城教育成长论坛平台 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次 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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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晚安 我们下期待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